今天要提醒今天明天两天 在台风中心通过的地方会有8米到10米的浪高 也就是预估在西南部海面以及恒川半岛海面 甚至未来它影响这些它会维持时间比较久 这些海面都会有8到10米左右的浪高 至于其他各海面也有5米以上的浪高 这种状况提醒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海面上不只是浪增大风也增强 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风力更为的强劲 在明天的时候台湾附近海面尤其台湾海峡 南部东南部海面会有平均风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风浪尤其在台风中心 我们从来到河上可以看到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周围一泊泊的外围环流 甚至本身的环流会带来降雨 其中暖色系的这种回坡路一到我们上空 就会带来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 有时候时雨量是五六十毫米或是更多 随着台风逐渐的缓慢向北移动 这样子强回坡也会逐渐的向我们上空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昨天下雨的地方今天还是持续下 至于中北部地区可能就是有些云 有些云雨它越过中央山脉向西 会造成零星降雨的状况 所以就今天来看 推行大家今天降雨地方的今天白天到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就是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 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花冬地区降雨持续 而且下雨的时间越晚会越为增长 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至于南部地区 在明天白天开始有一些降雨的现象 但是也要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南部地区的雨就会越来越大 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也会开始端需下雨 那就以今天来说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北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台南高雄屏东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是花冬地区 高屏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台东的山区 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至于这样的降雨 在明天我们说台风更为的靠近 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会开始明显起来 而且要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除了刚刚我们提台风中心靠近 可能会有制灾性的强阵风以外 它的降雨也很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 它的降雨在明天 甚至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会下很多的雨 这部分请留意 北部地区也开始端需的下雨 明天各地尤其东半部 南部的降雨依旧是相当的显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